字幕志愿者 李博雅 哈嘍大家好我是小凱 小凱曾经在这个遮遮购买上面购买过这个Snowbar的三轴五年期一代 那今天呢不是要开箱二代 今天要开箱的是利卡出的一堆无线麦克风 那开箱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凯一直有在观望无线麦克风的这个市场 那无线麦克风的潮牌罗德呢 当然因为它的售价太高 实在是负担不起 稍微让音质有所提升 小凯还是找了这个有关麦克风的资讯 那先购入的是 波威亚NN1的这个纸箱型的麦克风 那相关的开箱评测 可以看一下资讯卡的连接 纸箱型麦克风呢 其实收音真的是还不错 它不会受到过多的杂音 不过它的体积 跟它的这个收音距离会是一大限制 所以就在某一天 上网查询的时候看到这个利卡出了一个 一对一跟一对二的无线麦克风 那在视讯小编的时候了解相关情况 那觉得有符合自己的需求 就到这上面做订购 接下来就等着到货啦 另外今天呢 小凯收到这个利卡的无线麦克风 那事不宜迟我们就来开箱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简单的开箱分享啦 那如果需要一些户外测试的话 要等周末好天气的另外做安排 那现在先帮大家简单测试一下 室内的录音效果 那分别是有上防风猫球 跟没有上防风猫球的一个差别 一二三 有一个 美丽的小女孩 她的名字 叫做小薇 一二三 两者录音效果大家听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简单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我的影片快帮我订阅 按赞加分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